北京队三分绝杀,三人打出满分的水平 如今的乔里奥却受到质疑 而广州队的郭世强虽败有勇,有两人也被带飞了起来 赛后更是说出了一番真心话 看来西北的大黑马也要被锁定出路了 我们从两大看点讨论一下,第一大看点 北京队关键时刻用一记三分球完成绝杀 基恩表现非常完美 与此同时,团队当中也有三人打出满分的水平 乔里奥教练却受到了质疑 谈到北京北七的主帅,也就是乔里奥 他作为非常优秀的洋帅 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他的带队能力是得到过证明的 但是,如今的北京北七在乔里奥的带领之下 差一点输给了广州队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确实也会让人议论纷纷 甚至有不少球迷提到了 其实,北京北七的主教练更加适合选拔本土的主帅 会更加的合适,而不是选择国外的洋帅 毕竟包括了过去的莱登教练就是北京队的带头人 如今来看,换成了乔里奥 但是在赛场当中,依旧很难具备独冠的潜力 所以说,北京北七目前来看,主教练还有待提升 与此同时,让北京队值得开心的是 基恩在关键时刻用一记三分球压哨命中,并且完成决杀 最终凭借一分之差击败了郭世祥带领的广州队 这种状态之下大家会发觉,北京队真的打出了教科书级别的决杀球 并且,方子明用18分11篮榜的数据打出了满分的水平 张才仁以及雷蒙都分为有15分进战 这三名成员可以说打出了出色的发挥,也成为了北京队取胜的宽切 我们希望北京队如今来看能够有更大的提升 尤其是包括了教练组以及本土的球员都能有所发挥之后 外加上的方硕这名囊狼的后卫选手,他也有所提升 相信北京队最起码有机会重返CBA的四强 还是有望争夺冠军的 第二个看点 广州队的郭世祥虽败有勇,并且有两人被带了起来 赛后的郭世祥更是说出了一番大实话 提到郭世祥带领的广州队在近期的比赛当中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 毕竟,团队当中的李延泽大中风是被管理层给交易出去了 导致了如今的广州队内线方面的有所空缺 最终广州队以98比99输掉的比赛,非常遗憾 关键时刻的1.1秒居然被对手万人绝杀 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在这种状态之下 郭世祥还是带起来了两名选手 就了解 陈寅俊这名队员得到了13个助攻还有23分的数据 堪称完美的表现 与此同时,球队当中的康普外援也有20分上篮板 当然了,注明镇的发挥也算及格 他有12分进降 与此同时,就让郭世祥感觉到不开心了 那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广州队的管理层直接把队伍当中的李延泽交易出去了 并且,郭世祥也是非常的生气 就了解他更是向广州队的管理层提出了建议 然而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毕竟球队要维持正常的运转 如今非常缺乏资金筹码 只能够通过交易球员来补充团队的资金 不然真的难以运转下去 不管怎么说,郭世祥在赛后也说到了 缺了李延泽之后就如同扫了一条胳膊一样 整个团队的战斗力肯定会下滑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广州队会输掉的原因 但是,郭世祥大领的广州队也让人看到了强大的拼劲 已经顽强了拼搏精神 希望郭世祥大领的球队依旧能够成为CBA的大黑马 继续往前冲 有望重新打进CBA的发强 甚至有机会重进四强 大家对此怎么看?欢迎说说您的看法 感谢大家,下期见